就在刚刚 司徒王允收到了袁绍商讨诛杀董卓的密信 于是便假借寿宴的名义召集群臣 共同上议讨伐董卓之事 期间王允没对仲臣却痛哭了起来 大家看着也一脸的疑惑 并询问司徒大人为何是忧虑 众人听完后无不痛哭流涕 唯有曹操一人仰天大笑 王允建壮冻至习书殿王族 然而曹操就起身嘲笑大家只会哭 难道哭能哭死董卓吗 随后便说出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 宣告寻臣他可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杀死董卓 于是王司徒将曹操带入密室深聊 到这时他才知道曹操乃是有胆有略的忠臣 在看完袁绍的密信后 却嘲笑袁绍只会纸上谈兵 而他有一妙计 举手投足之间便可除掉董卓 但前提是需要王允献出七星宝刀 王允一听便懂得曹操要刺杀董卓 可古往今来刺杀君主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 此计恐怕不妥 但曹操却一人自信 他告诉王允 董卓防人之心必然有 但他防的是与他对立之人 而曹操九屈董卓之下 也深受其信任 若是身边最亲信的人刺杀 他便防不胜防 王允听完后连连夸赞 即刻将七星宝刀正与曹操 而曹操也立马下跪发誓 就这样 曹操携七星宝刀来到相府 他从书头口中得知 相国正在小阁休息 而下人们都偷控干自己的事去了 因此府中寂静人少 曹操觉得这是个动手的绝佳机会 可就算手下再少 吕布如果不走 曹操依旧是没有机会下手 可就在此时天赐良机 董卓从曹操口中得知 他的坐骑瘦弱 不堪屈齿 于是便命吕布出门 为其挑选良居 而等吕布走后不久 董卓疲劳困乏 便躺下歇息了 这乃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曹操没有犹豫 拔树腰间的七星宝刀准备行刺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董卓却突然醒过来 发现了他 好在曹操其中生智 将七星宝刀赠予董卓 这才化解了危机 董卓将吕布挑选好的宝马赠给曹操 随后也顺利地离开相府 而吕布突然觉得不太对劲 他认为曹操本身就是蓄意刺杀 事情败露之后 找了一个线刀的借口罢了 但此时的曹操早已逃出城外 随后董卓派人去曹操府中查验 果然印证了行刺的意图 董卓大怒 于是发现文书 全国通缉曹操 势必要抓住这个刺客 另一边曹操四处逃窜 来到了中牧县 可一进城门就被侍卫认出来 并被抓到当地的县衙里 公堂上曹操自称父姓皇府 这是个伤客 大叫他们抓错人了 但县令陈公一眼就认出 此人便是曹操 只不过当时并没有拆穿 而是将曹操监禁了起来 深夜 曹操被人带到了堂前 原来是陈公私下与其会面 他想要知道曹操为何行似董卓 在一番交谈下来 他知道曹操是个胸怀大智之人 陈公一听曹操的壮志豪言 深受启发 立马借下手上的手铐 随后便坐下面谈 曹操向陈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 他要去与袁绍会合 然后发习文与各州郡 召集各个诸侯共同讨卓 陈公在听完曹操的一番肺腑之言后 他决定放弃宪令一职 和曹操一起共图大业 随后两人便开始了流亡之路 他们一起来到吕博舍家中借助 此人是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 吕博舍见到曹操逃难至此 赶紧将二人引进屋内 盛情款待他们 夜里曹操突然被一阵磨刀声惊醒 原来是吕博舍去通风报信 叫来官兵围剿曹操 于是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 直接杀掉了吕博舍全家 直到他闯进厨房才发现 原来老博舍让家人杀猪款待他们 自己出去买酒了 但事已至此 他们二人只好先行离开 逃亡的路上 他们就遇见了买酒回来的吕博舍 此刻陈公曹操后悔不已 但曹操料想到吕博舍回家后 看到全家惨死 必不会放过他 于是痛下狠心 索性将其杀死 而陈公却不明白 曹操为何要滥杀无辜 这还是那几个小时之前 他认识的曹操吗 然而曹操却这样解释 陈公不懂 口头上说要匡扶汉事 却又滥杀无辜 于是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而曹操返回陈流后 散尽家财招兵买马 联络袁绍向各州郡发陶董西文 很快得到天下响应 汇集后的诸侯 又有什么计策应对董卓呢 关注我 下期为你持续更新